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是我当时的主人 她不仅在理财产品销售上很优秀 也是这方面培训的高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赵建亭的材料 一十五份 这是电子版 我给大家都放假了 都累趴了 受累了 你也回去休息吧 眼睛都睁不开 对了 下午赵建亭跟银行的人见面 地点定了吗 定了 就在地中海银行的会议室 你脖子怎么了 没什么 坐的时间久了 有点脏 你需要人手吗 我睡到下午就可以了 回家洗个热水澡 贴上睡觉 好 别操心了 我一切都安排好了 我就是爱操心的命 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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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点 卢主管会带他去会议室 嗯 你办事总是很周到 啊 佳思东只办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他问这个赵先生 为什么是单身 奇怪 法国总统还是单身的 你回答得比我好 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他可能是年轻的时候 感觉上受过刺激 太俗了 是吧 这样的回答带有负面信息 猎头是不会这么说的 郑主 你们好 赵航长啊 您怎么来了 很抱歉 我现在 已经不是航长了 开个玩笑 我接受你们的推荐 已经递交了辞呈 来给你们道别的 谢谢 没想到这么快 法国人也学会高校了 什么时候去北京商人 就今天晚上 这么着急 嗯 您来的真是时候 我和田经理也正在为您挑礼物呢 啊 你们送礼物给我啊 太客气了 应该我送礼物给你们的 您看 这是我们刚选定的 我喜欢 谢谢 我今天晚上就去北京拿奥法 还有知会法方北京制行的高管 很快就回来了 做这里的数职 然后才是真正的救治 等我回来 我一定要请你们吃大餐 小蒋 您好 看赵行长这么轻松 我猜 应该都很顺利吧 赵行长已经递交了辞呈 今天晚上 就会去北京拿奥法 恭喜您 如果每一单 都能像赵行长这样痛快 那我们就太幸福了 这么快就下决心 跟我很早之前就想离开有关系 但你们能在茫茫人海之中找到我 并把一个需要我 而我更需要的职位跟我对接起来 说实话 赢得了我最初的好感 是你的背后 都是你们的付出 除了谢谢 只有两个词 专业 其实我们也没想到 您会这么快做决定 我属于冲动性决策那种人 推敲大面 忽略细节 以前 以前也是有过教训他 不过精神易改 本性难移 这段自评 日后我一定要加到您的数据库里 好 依靠北京的一个合伙人认定 地中海银行这单是怎么做的 他为什么这么说 他说一定是杭州的猎头做的 杭州的猎头又不止特惠专联一家 我可以告诉你是谁干的 谁 德仁 郑秋冬 又是他 林伯 你说 我们能不能把他挖过来 特惠是国际大公司 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 不太可能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个有野心的人 什么意思 在中国 野心也叫理想 好人的理想叫理想 坏人的理想 就叫野心 就是想做大事 想当老板去管别人 而不是被别人管 为什么说他是坏人 那倒不是 说有野心 比较符合他这个有野性的人 野心吗 他很温知病病 有句话叫 外表斯文 内心狂野 说的就是他这种坏人 他的野心是什么 也许是 想建立像光辉国际 海德斯哲 特惠专列这样的国际大公司 你说他朋友 请你专告他 他的野心 可以放到保险柜里了 高兴的时候 拿出来看一看 不要每天都带着他 为什么 因为他的野心 永远不可能实现 为什么 设计创业计划 要从现实开始 走了 急什么呀 慢慢来吧 我也不想贴 到哪儿去 到底是吗 我 终于什么 设计创业 我愿意 可是 clemen 你这次不白? 我 action 请你 我 幸好 应酷 问我 给你 有可怕的消息 你们负责推荐的 北京直行长赵建廷 涉嫌伪造履历 学历造假 学术造假 昨天晚上 本行中国总部已解评了他的职务 不可能 李主任 有证据吗 目前证据不明 荒唐 证据不明就下结论 郑秋冬 作为德人的领袖 你要有勇气首先承认失败 赵建廷本人都已经承认了 追问证据还有什么意义 他人在哪儿 我们只负责解雇 不管下落 马上联系他 我有个简单的问题 李主任 您说赵建廷已经承认了 那你们总要先怀疑 只有怀疑了才会质疑 只有你们质疑了 他才有可能承认 你们是从哪个点 开始怀疑赵建廷的 举报电话 你明白 举报电话里说了什么 我不知道 是直接打给总部CHO的 两个电话都关系了 我去他家接过他 要不我现在去他家 看他会不会连夜飞回来了 先别着急 李主任 您放心 我们会尽快给你们提供新的替代者 随时向您汇报 不用再向我汇报了 甘斯东已经为此退出了董事会 我也无权再过问此事了 以后就跟卢主管直接沟通吧 董董 即使你找到了新的替代者 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吗 我要是你 这件事情还原未结束 你一天打谎啊 我告诉你 不把这件事的真相 查个水落水出 就不配再在人力资源这行里混了 我会了 我必须马上见你 什么 他自己承认造假 这事我玩现了 那边怎么处理的 连夜辞退 我现在脑子都是懵的 你得帮我干到私伙 替我找一个赵建廷的替代者 材料给我 我已经让脚印没发到你邮箱了 已经发了 你知道我会不会答应啊你就发 那百分三十的股份不是白拿的 你得抓紧机会好好表现一下 我现在头大着呢 顾不上 你顾得上什么呀 我又纠结了 好像那个秦妃又回来了 学术造假 学历造假 在这个层次的候选人里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以前做执介所 这样的事多得是 不新鲜 帮着雅虎恢复这样大公司挖人呢 全都是地球上顶级的猎头 他们也遇到我CEO简离造假 选人一塌糊涂的案例 别安慰我 我清楚啊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是什么呀 第一 我得弄清楚 赵建廷是哪段履离造假 第二 他是怎么造的假 关键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发现 第三 造假掩盖了什么 好 你呢 就踏踏实实当你的侦探 找人的事情交给我了 谢谢 谢什么呀 我是冲着那百分之三十干的 这次佣金单了 别太贪了 第一种海银行对这个匿名电话也不想多说 应该是赵建廷得罪过的人 可悲的是 这个幕后人竟然能够知道我们调查不到的秘密 从揭发赵建廷的时间节点看 是有设计的 很致命 人都已经被解雇了 可是我们对事实真相还是灵讯息 零讯息 冷冰冰的词儿 我们现在只能从零 开始倒着查 跟地中汉银行争取 找到那个匿名电话的记住 是北京的一个公众电话 只打过一次 北京的 赵建廷任职在北京 有可能是北京的竞争对手竞争失败 别瞎琢磨了 如果竞争对手 有赵建廷造假的杀手锏 早就咔嚓了 还用等到他上任吗 也对 那顶替赵建廷的人选我们还要找 这事不用你去忙 我已经委托出去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要查出赵建廷履历造假的事实真相 他两次被猎头 应该有过严格的被警调查 都没有发现造假 一定不是整个履历都造假 毕主任说得很清楚 是学历和学术 更多的履历还是真实的 赵建廷2005年回国到今天 只在远东银行和城商银行认过值 我有重新做个调查 结合之前的调查 可以肯定他这十年的履历是真实的 造假一定出现在回国以前 要查世纪年前的真相 要查世纪年前的真相 不可能吗 如果我们认为得人是最好的团队 那就应该相信 我们可以错到 也算是最好 没想过 原计是最好 没有可能 缘续上了吗 这个叫邱莉莉的 二零零零年就读于 密西根大学的安纳堡分校 比赵建廷高一届 现在定居墨尔本 这是目前能联系到的 唯一一个中国人了 她怎么说 她说2001年赵建廷 确实进了安娜宝分校 期间有过两次 中国留学生聚餐 她对赵建廷有过接触 但不多 对她的印象是活泼开朗 第二年邱莉莉就毕业了 赵建廷的情况她就不知道了 如果你再跟这个邱莉莉联系 我问她 有没有赵建廷的学弟和学妹 可以推荐的 我还没说完呢 你说 有个不妙的消息 赵建廷在安娜宝分校拿到的MFE 以及该校网站上2003年MFE名单中的 Erik Dahl 并不是赵建廷 而是个韩国人 那不对啊 韩国的造型翻译成英文 应该不是赵 这凹赵那是拼音的拼法 通常应该是CHO或者是JO 这个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 那么说 赵建廷在巴克莱银行间隙的经历 和那篇论文 就都是这个韩国人Erik照的了 既然冒用了他的名号 那韩国人的业绩 也就自然接融进来了 赵建廷和那个韩国人 都有自己的履历 如果倒用别人呢 赵建廷可就有了两个不同的履历 某年某月某日 他可能在韩国 发表论文 同一天又可能在美国 通过了求职面试 这岂不是漏洞百出 怎么可能 其实他复制粘贴 那韩国人的履历并不多 只有两年的时间 就是在读MFE的后两年 还有 安娜宝分校官网上 没有学生国籍的记录 像那个学籍网上可以查到 GD洞察机构也帮我查了 2003年安娜宝分校的Erik照 确实为韩国国籍 这是复印件啊 还有那个韩国人的联络电话 也就是说 赵建廷只读了一年就不见了 根本不可能毕业 也更不可能拿到MFE战书 地中海方面所说的履历造假 应该就是这一系列 对了 找个韩语翻译试试 不见 赵建廷母亲的住址找到了吗 老太太住在乾江养老院 兼职文室教室 你把手头的工作先放一放 去这家养老院 争取找一份义工的工作 尽量靠近老太太 赵建廷以前的手机应该不会再用了 想要找到她 这是个好办法 她是一个孝子 肯定会去探望老太太的 好吧 其实我们也不想深究得任的责任 赵建廷的造假履历 其实已经被真实的优质履历 覆盖几层了 而且又被乘封了十一年 朕纠都没有发现 我们也没有发现 她的自责 不会因为这些原因而减轻 她委托我办的时候 我能感受到 她对贵航深感愧疚 陆主管 这是您要的文导 上午已经开会研究过了 您给我们推荐的三个人选礼 我们愿意关注的 是这一份 以前的花旗深圳区负责人 叶吉兰很不错 我方已经同意面试了 这么急啊 万一再有造假呢 别介意啊 我这个人啊 还开玩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onsentary 也有关注哦 谢谢观看